好的各位英雄欢迎回来 看一下上一把的数据 最终EDG是 还是没有让EP 把他们初期的优势展开 最终逆转回来 并且以18比8的人头笔 带走了EP 对两波小龙团 一波大龙团 Deft仅仅凭借一个闪现 跟无数个走位就躲掉了 可能发条最致命的两个大招 是的 如果说那两波团战 发条大招如果能大到Deft的话 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盘Deft的表现是堪称完美 它真的是一个团战走位 包括躲进的非常犀利的一个AD 是的 最终我们也是把MVP 给到了他上一把的金克斯 最终就刚才回放的那一波团战 在大龙那个地方 安妮一个大晕到三个人之后 他就开大炮模式 安全输出 在张那个时候装备的一个逆天的领先 那一波真的是一批挺有机会 一个是先闪现进去抢掉了大龙 另外的话发条大招差一点就打到戴夫 但是戴夫他又交了闪现 我觉得他真的是 这一场表现 确实是配上MVP这个称号吧 就MVP反正都我们评的 好 刚才纠正一下 迟称全图不是全国 说错了 全图 是的 迟称全图嘛 全图 就全图制霸 那这个确实还是比全国更贴切一些 是 当然我也是又看了一下这个人马的一个改动 人马的这个版本的改动 一个是他Q技能在前几集的耗膜 要比以前低一些了 当然他最终的话还是32点耗膜 然后他在他的W技能在小兵跟一个野怪的治疗量上是有一些提升 所以是提升了他一些初期的能力 就是初期 一个是回复能力 另外的话是消耗的更加少了 那初期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育时期 对于这样的英雄的一个提升的话 无疑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加强了 对 所以这个英雄现在确实是比较 这个真的是看到了石头羊 这真的是蛮像驴的 只有驴才会长白色的嘴巴 这个版本小驴人也是被削的挺惨的 小驴人 话说我们联盟里边有没有英雄是跟羊有关的 羊只有破罗了吧 那只有诸位那个骑破罗的皮肤 对啊我们应该放十个破罗 我觉得还是比较 当然我们今天的字幕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 刚才看到像宝宝出场的时候 他旁边有一个小的破罗 就是一些细节做的 也是希望给大家添一些过年的气氛 对 让大家享受到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卢阿卢当中 不是是在游戏当中 游戏中 对 都可以得到这个新年的份 真的不知不觉就过年了 可能今年我们如果说解说比赛 或者看LPL的观众 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新年将至 但是 那今天一定是浓浓的年味了 今天真的是不管从解说 还是到我们后期这些字幕的这些新型的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这种过年的氛围吧 这时候赶紧去自己家外面的便利店买一盒速冻水饺 回来一边吃水饺 一边看水饺 年味就足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BP 蓝色方是EP 紫色方是EDG EP是绊掉了风女卡萨丁以及沙皇 而EDG是绊掉了利桑卓和芒僧 最后一半看一下要留给谁啊 最后一半 EP这里比较喜欢用的就是皇子 皇子 EP确实很喜欢拿 是的 他们蛮喜欢拿这种开团型 团战型的角色的 在这个版本沙皇还是蛮强的 那在接下来的 哦 绊掉了那儿 那MADG他上一个 上一周对阵W还是谁 有一场那儿 那个传送绕后直接是 让当时他们的对手是非常当绝望 还是给予了他们的上单选手很多的肯定 复若之毛直接先抢 华板鞋 现在每个队的AD 你要是不会复仇之毛 那也真的是out了 嗯 复若之毛之前也是看过很多做他这个高伤害视频的 也是他的这个高速的普攻 在等级提升之后再接上一巴高等级的E 那个爆发确实非常的惊人 EDG是选择了 复若之毛最怕两个英雄 一个是上路的大树 另外的话是辅助的锤石 在很多职业选手的口中辅助的锤石 包括安妮这样的选择是复若之毛非常惧怕的 原因是复若之毛他的普攻 只要出手是不能够取消的 就是说只要出手 老锤石是可以预判你的走位的 所以基本上很难很难躲 当然要是不熟练的锤石的话 还是碰到一个复若之毛跳来跳去会比较心烦 EP这边这一把也要秀一下自己的 上单人马 上单人马打老树 那真的是往死里打 吊起来 上单老树这个版本 他的Q竞的浩兰前期又少 然后W的回血又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在线上来说 是包括野区都非常不错 不论是拼回复 还是带些输出能力 还是线上的续航能力 小胖这笑的 我怎么肯定也要拿小马师啊 小马师应该是 是感觉上是不是上个版本 因为灵火要被移除了 所以最后再拿一个 可以爽一爽灵火的英雄 爽一爽 自然这个版本爽不了了 拿了一个暴女 而且这个暴女位置不一定 因为最近如果大家在经常打排位的话 很多次都可以看到打野暴女 为什么打野暴女 因为这个版本打野暴女 他的W可以被野怪触发了 现在暴女在野区的青野速率上来讲 简直只能用逆天来形容 坏了很多 然后我们如果看一下这场场场是打野暴女的话 可以看上他的青野效率 可以关注一下他打野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路线 还有他这个青野的速度 以及他支援的方向 其实支援我觉得暴女作为一个打野英雄 他的支援能力 其实并不是很好 像是黄子啊 这些瞎子这些老打野 那肯定还要差一些 但是他的发育能力真的是跟人马一样 肯定爆炸 可能线上支援还是得 看一下自己的镖能不能甩重 这场其实两边的上也都不确定 看一下这场黄子跟人马 到底是谁去打一个 ETJ版选择一个周路的妖际 要带进化的话 那他真的是要终端暴女了 他可能是比较处这个人马的恐惧 以及安妮的冰 想了半天还是终端暴女 最后场场还是选择用一个师哥 本来可以想着 你看人马这一环的带的这个技能就有意思了 传送和点燃 这个就是人马只能 只有人马能这样带 他的位移太多了 他的速度其实 就有了大招之后 他的位移效果是肯定不错的 然后本身自己的小技能的 这个速度提升效果也是非常的给力 而且他的人马 我没听见他是挺喜欢在线上打出一些优势的 所以还是选择带点燃 看一下双方最终的一个分线情况 上单的人马对阵老树 刚才米勒也说了 这是要吊起来打的 线上真的不太好了 人马在线上打这种弱势的上单 很很不错 打野的话是皇子对阵到场长的雷恩战尔 中央妖姬对阵小胖的暴女 小胖呢你一直笑自信微笑还是拿出了暴的 这你要不要放你要不要秀一下 要秀了吗 秀一下吧 这个真的是他的沉迷英雄 可能很多人认识小胖 就是从他的暴女开始的 只要关注过OGM 应该对他的暴女都不会陌生了 好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来看一下 EDG对阵ET的第二场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比赛当中 这也是孙上相 真的是绣皮肤 所以刚才那一家笑 就是为了绣皮肤 我觉得今天EDC真的是 把这三个皮肤都要绣一遍 就差一个卡特了 不过三国皮肤 它是没有特别好的特效的 对 就可能服装上面比较炫 像这个关羽蛮王 然后好像卡特那个也没有 因为我当时想试的时候 有一个路人跟我抢卡特 结果它又不用皮肤 我很气的 不过暴女这个 它是有一个 就是在草丛里边 它有一个加速效果 然后那个加速效果 会飞一些花瓣 就像刚才它变身那样吗 比那个炫酷 我暴女的皮肤蛮多 应该不需要买这个 等到你买不到的时候 你就后悔了 现在好像还有半价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英雄联盟的 有压岁钱 还是可以用来收藏一下皮肤的 想想龙年限定 当初就是很后悔 没有买 真的是龙年瞎子 现在已经是绝版了 现在看看这一盘 两边的一个分线情况 这盘 一滴只比也是选择一个换线 觉得富庶之猫 现象还是有点 有点吓人 但是这个大树 在这里是要放三个夹子 三个数秒 数秒 安妮 没有一个阴的被逮到 直接交出了一个闪现 这波非常的伤 非常的伤 一批这上路被阴了一套 虽然富庶之猫打出了很高的伤害 你看他一边要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 已经是很可怕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安妮这一波被打的 我觉得一批线上很难打 安妮直接被打的丧失战斗能力了 一批这个很伤 因为他们是主动去抓对方换线的 这波有机会 看一下闪现过来 再跟一下普攻一个技能没有爆开 点燃差一点点伤害 卡内这边也是交出了治疗 但是这波修还是决定再凶一套 戴夫特也是被打了一下之后 反映自己的血量也是不多了 不敢深追 这波两边是换了 每一 哦 飞机还剩一个闪现 对 一批是交了四个召唤式技能 一批这里是只剩一个闪现 拼得非常的凶 这里 其实两边都想争二的 但是看这个兵线应该是 一批没有办法在线上待到二级 要支援一下 你看他这边发出了一个信号 皇子求救 皇子这个时候还在打自己的蓝 谁管得了你啊 对 你们先自己保护一下自己吧 再看一下皇子拿完了这边的蓝buff之后 能不能往上路来这边 给一点点支援 不过对方这个时候在草丛里边 应该是有一个视野的 这个时候他的血量太低了 皇子在提完双buff 加一组野怪之后 要回家 他的血量太低了 而且垂石这边也是把自己的生命状况又提升回来了 再加上飞机 在这边得到垂石的一个圣物之盾的加血效果 对 这一波前期的换血 我觉得db是赚了比较多 看到布鲁士茅跟安妮两个人血量回不上来 中路这边 妖姬对阵奶大利 这个对阵的话也是S4中期的时候一个很经典的对阵 当时奶大利还没有被削弱也是中路一把 看看小花这边要支援一下 决定来下路试试运气 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杀 妖姬已经给信号了 这暴女支援能力简直 就是说如果说打起来 绕后的话暴女很容易收获多杀 但是你要直接这样 他干可能 对 你要直接过来的话 那就没什么机会了 先把这边的断王爷给打掉 断王爷 EP这里一个打也已经被看到了 这波可能要包夹这个皇子了 皇子很危险 这个方网到了 对 EQ过来 这波飞机是被吓了一跳 还好皇子是有一个位移 飞机是直接吓得 W交出来 往下撤退 服务中华这时候 总算是把血量回复上来 那这样的话 在线上总算是可以跟飞机过过招了 就今天这个新版本开始以后的两场比赛 两面打也都是选择一个紫色的打野刀 就是选择提升一下自己的亲野效率 而没有选择升级那个深寒陈戒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现在 也陈戒这个技能 可以抽能之后 一个新的理解吧 觉得我要是出这个 在巡礼者利器的话 可能 刷野速度会很快 对 我即便在看看的时候 但我这个CD也是会赚的 就是说他能够听到更多的资源 对 可以看到这两盘 其实两边的打野 亲野数度是蛮高的 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上路这边的话 人马是领先老树六个刀 就即便我们刚才理解他为非常好打的一条线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太多的优势里间 对 这其实就是老树要烦 他很难压死这个英雄 他的亲兵速度一个QE你也看到也是挺快的 可能你要打死他是不太现实的 你也无法阻止他在线上收兵的一个情况 你压他十刀很随意 但你要压他二十刀 我觉得就不太现实了 这是一个不会拉开太多的差距 你可以一直线上给他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也很难死 这个英雄其实现在比较多的队伍 就是他们不是以上单为核心的这些队伍 都会选择老树 就是因为如此 这我不需要装备我线上也不会被压太多 然后我团战时候作用又高 很好的一个打卡型的一个上灯 打卡型 就是团战时候我只要来过就行了 来过就有用 不需要装备 就这种英雄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诠释打卡这个词 场场这里在侧应 这波没有闪现 这个往往到那个小飞 还好没可能锤是钩子 还好辅助这边各种控制 不然场场这边 要飞锅了 这两盘第一次的干客我觉得都挺 挺喜庆的 挺喜庆的 上一场第一波干客直接是送了英雪 这一玩直接是 上一场 上一场是感觉 时机有点不太好 正好老树6了 然后你说露露也跟着我来了 还套了我一个大招 但是那时候纳尔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对 算了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 只要能赢 哎 就可以了 这个标的 十八朋友标准 土刀上面 妖姬还是压制了暴女很多的 是的 这个妖姬压暴女也是挺正常的 而且这个版本暴女确实 很少有人打中单了 因为她的Q技能很难中 现在打野的暴女真的是挺不错的 对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哎 刚才 那我们已经选择开龙了 ET今天对初期第一二条小龙的时间都很敏感 对 但是在第三到第五条小龙才是决胜时间啊 是的 有这个茅差的 你初期拿到之后属性固然是有提升 但并不加钱 但刷完龙之后 要把他抓一下Coral呢 这很难抓 并线并不是很好 对 现在人马应该是要换线了 应该是要 哦 来入侵一下 来吧 我再回到上线 这边可以抢到吗 有机会 皇子这时候 闪现漂亮 而且胖这边肯定要死 人马大招是放空了 哎呀 可惜 小胖将出自己的进化跟闪现 总是躲过了这一波的击杀 而终了莫夫兰 那没有机会了 这波有点可惜啊 变了一个暴女 暴女骑士 很灵活 暴女他主要是进化加闪现 这两个技能带起来 太难死了 这样子以一个W技能 嗯 再加上在草丛里面 嗯 非常难抓 这波小胖的反应也是够快 是的 虽然丢了一个蓝muff 但是自己的性命是保住了 EP这盘依然是在前期 有一个小小的领先 这两盘EP前期确实打得很不错 小胖这时候的出装 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出装 大胜杯 在乐福兰这里 他是选择要做一个宝典 哎 这波闪 对 闪现的开团 这三个人的控制 应该是包死了 嗯 今天的前两波击杀 一滴机的辅助Mako 都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个价值 是的 这波闪现 包括第一波的勾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到位 场上这时候秒一个眼 想要做些什么呢 在野区在 入侵一下视野 对 主要配合锤时之类要做视野 在打野跟辅助的一个入侵 而下边的安妮 感觉有一点危险 这个眼威已经看到场上过来了 安妮这个小身板怎么跑啊 直接传送下来一个人马 人马这波没有大招 看他抽了 人马来之前 哎 扣这边肯定要出事了 哎呀 糟糕 扣这波要之脉迷恋 最容易被塔A死了 场上这边坐一个位移以后跑掉 看看这里有没有机会 又网了一下 又勾了一下 还是 人马还是没有想撤退的意思 刚才应该是登陆救了一下场上 直接是位移了一段 但是扣扣这边也是顶他顶得过身了 嗯 干克了一个带着晕的安妮 这波是辅助跟上单的一个互换 嗯 感觉人马赚了 人马这个 这一盘只要混起来 哎 这个时候没有技能了 人马其实这一盘混起来 ED这个阵容也是挺难受的 像暴女 像飞机这样的那种 挺怕这种搅局的人的 对 其实人马算是一个操作性 比较 哇 刚才这个链子 吓我一头 操作性其实 没有特别讲究 但是他对意识是非常讲究的一个因素 他操作性可能就是这个 E技能你会不会放 其他技能都是比较好 但是 放完了E 就在团战里边按Q就行 但你切入的时机一定要好 对 就是你大招 你团战什么时候该 先手上还是 这个等一轮第二时间上 还是比较有讲究 所以这个版本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 操作可能不是很好 但意识很棒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多用人马 人马打野位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上单的话 可能你有一点点怕 就进退 不知是何时进退 就打野你 想完做一个像场场上班一样 做一个这个群体决的力气 然后就刷 我就刷F4 然后刷到100 刷到差不多中期开始打团了 小龙团放两个大招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应该是足够了 足够了 但是算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 我觉得用到精通的话 肯定还是很难的 先从打野去入门 然后再从上单去精通 一批这里看看 在这个时候 要决定做一些的事情了 黄子这个时候 其实他节奏没有带起来 你看前面的几拨 黄子都是没有 要及时出现在线上 他在干客的 干客进攻性这方面的话 比狮子狗要差一些 狮子狗因为场上这时候 已经是又有大招了 所以压力 对于EP来说还是很大的 场上这时候过来了 直接太大 要抓一下上路这边人马 很难抓 但是人马跑得太快 人马真的太难抓 他真是以速度闻名的 你要抓他的话 要位置特别好 特别当你一个从侧翼过来的 狮子狗 你面对一个急跑 或者开大状态下的人马 你的网是很难中的 你要从这边过的话 这一波在勾引 在勾引 场上跟锤子在侧翼 小胖这时候 这边引是一个反勾引 漂亮 黄子这边是拿到了小胖的人头 黄子虽然被勾到 但是乐福兰应该是可以 轻松地卖掉黄子 然后逃脱了 这边乐福兰还行 做点什么 配合安妮过来 这时候练到了锤石 安妮闪现过来 一个Q技能 是运到了锤石 配合一个W 是受到了锤石的人头 这一波EP又是 打出了一波一花 打也换掉了 对方的中单以及辅助 非常的nice 这样的话 经济仅仅是落后 一千块钱 这一波两边的中路 都是演技十足 互标演技 最后还是以EP的中单 稍稍渗出一场 小胖这时候 也觉得自己演得很倒霉 但是没有想到 黄子的伤害 还是足够大了 小胖当时的一个 血量状况 也不是很好 虽然比较灵活 但是黄子出手 也是比较狠 直接过来 大招盖下 然后再配合上 妖姬的一个点燃 然后关键是 妖姬还演了第二轮 我假装我在这浪一下 其实安妮已经过来了 是的 安妮也是很稳 甩下来 就能先甩到你脸上 然后我再 放接下来的技能 保证我能先控到你 对 不要被你躲了就可以了 对 美口这里 又要做一下视野 他这是有两边的 关键性的道具 富仇之矛总算是 更新出来自己的飓风 但是现在已经 远离对线期了 所以他这个道具 看看有没有效果 安妮过来了 武术鞋的安妮 跑得非常的快 直接要选择开这个大树 锤匙也在旁边 黄子的EQ空了 但是大树 这个伤害真的是可怕 富仇之矛 配合一个安妮 直接是秒杀掉了 对方的上单 对于富仇之矛 真的是有攻速就足够了 而且飓风这个装备 这感觉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他只要有小兵在周围 飓风这个道具就无敌 EQ决定来反抗一下 但这一波 老实说 没什么反抗的价值 这两个人 勒弗兰只要过来 挺爆炸的 乃大力 这边用勾来扫一下 这一标中了 对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看看这个龙 还是让了 还是让了 大树 刚刚 如果大树 如果早点活的话 卡奈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大树 早一点点活的话 可能会成为了一个比较恶心的位置 大树也是做出水银鞋 跟时光两个道具 不活的时间差了一点 腰机上来用一套 救家大招 耗一下乃大力的血量 但乃大力 因为能够出到大圣杯 所以还是比较能够承受的 不过 一来一回之间 也是被耗称了半血之下 踩扰自己身上有一个蓝棒 也有不错的回血能力 这一盘EP的 这个中单 是打的比较不错 反正反正这些消耗 细节做的 但是小胖有蓝棒 他的中单在对线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线能力还是很OK的 包括上一局的发条 他对线的刷野 上一盘还是很多的 就你 没有要求特别多 他其实都没有落后 对 其实他那两个大招 我觉得放的也是挺好的 甚至初期还是有些领先 但就是无奈 这个基克斯走位 太灵活了 太灵活了 尤其是收到一个人头之后 就开始了疯狂模式 朝阳里面要反一个猴 上面EP是辅助跟 打野上单 两个人想来 打这个 三个人打得有点慢 这边拆一下 扣扣这边是全力的 保护这个伊塔 这三个人 手长的没输出 这波要单杀了 一技能 这波 如果中的话 这个暴凝应该要死 虽然有进化 但是也很难逃脱 扣扣这EV3 手他手的 非常的安全 这三个人都被打残了 这个大招 扣了 大招冲到 但这一波扣扣没有大招怎么办 还想换一个漂亮 再利用一个闪现 逃在塔下 这一波人马的大招是扣了 扣扣是 面不改色 拿下一个人头以后 交出闪现 如果有大招一段时间的恐惧 然后再接上安妮的控制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带走扣扣的 最主要少了很多伤害 这三个人拆塔本身也比较尴尬 人马和皇子的手相对来说比较短 然后安妮一个人在旁边 A又A不出太高的伤害来 这样一来一回 下路浮出之毛又死了一次 这样的话 EP在经过这一轮的互换之后 他们又亏了比较多 而且下路的二塔早早的被迫 下路二塔被迫影响最大 就是ADC 他在下路收线的时候 会非常的小心 或者说非常的担心 因为下路整个视野都感觉黑黑的 其实就两边的装备情况来说的话 复仇之毛还是比飞机差很多战斗力 装备差点蛮大的 他0-3的一个开机 这团EP最肥的就是这个勒芙兰了 勒芙兰在中路压了一些刀 而且自己有一个人头一个助攻 看一下他这个勒芙兰 能不能稍微带动一下 整场比赛的节奏 狮子狗又要来上路野区这边 先入侵一下 这次我从后面走 但是人马还是我 太难杀了 这个狮子狗我觉得他最害怕的就是人马这样的英雄 其实人马只要看到头上有警探号 你开一个大招 狮子狗基本上是网不到你的 感觉看头上有警探号 开一个E就跑掉 对 其实狮子狗是很怕那种位移很快的英雄 就很难让他的网命中 就很难让他的网命中 垂师 垂师这时候还是在轻型的做事宜 这个时候其实ETG应该要想办法再把视野做得更深一些 他们的红MUFF跟 因为现在三个塔都已经失守了对于EP来说 所以现在只要ETG把中路塔还在 只要把两边的视野做好的话 我觉得现在EP应该挺难 非常非常的有压力 他们在红MUFF跟蓝MUFF各放了一个眼 哎 这下有戳到安妮 但是问题不大 你胆子好大呀 这个皮肤乃大利的夹子真是让人没有踩的欲望 发现一个断网也赶紧A掉 这个夹子有点像轮子妈的镖或者纳尔的镖 对不对 一次 就感觉作为一个辅助都很不想去把这个夹子过着 一滴之后决定拿中塔 拿中塔再做一轮视野 哎呀这一下直接把安妮丢成了一个半血 哎呀这个大招丢出来 安妮怎么了 别被秒了 安妮这些切入虽然不错 但是队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那我反正打出一套伤害之后 没有技能CD了 完蛋 这一波安妮 安妮自己使用大招 反而变成了一次送死 这一波是 实际上是苏之毛 想把安妮丢出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 因为那个 他想把安妮丢出去 是要安妮去控制这个大招的释放的 但是这一波他怎么释放呢 没道理啊 就是他释放出了问题 而且他之前已经是被 被奶大利标过两次 对他是残血 他是 他虽然有云 但是他标过那两次之后 已经残血不敢再上了 本以为他会 直接空降在飞机头上 但是没想到 他比较尴尬 没想到他空降在 复仇之毛头上了 他当时的 然后直接被打死了 情况很被动 他可能自己本身 已经不太想上了 直接被复仇之毛开起来 这一波是这样 我已经要回家了 复仇之毛把他抱起来了 不要走 你要往哪跳 你自己说 安妮说 我选择死亡 这波人马本来GP的位置 非常清水 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 一地任何视野的 但是 安妮的率先阵亡 包括复仇之毛 也被秒 安妮的阵亡 就导致 一批失去了一轮控制 主要是控制 控制如果说能够配合好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一地又 就是毛的装备已经停跟很久了 真的是停跟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双方AD的差距会越来 我刚才看 飞机还只是一个三项扎布鞋 一转眼 端出一个BF大剑和法川鞋 第二的他用飞机有一个特点 他很喜欢第二线做银血 但是一般国内的飞机 他很喜欢做破败 这边上路是被拆掉了 但是龙刷新 第一地是可以直接安稳拿到这条小龙 速度也很快 这一团跟上台的剧本几乎一模一样 前期EP在每条线都我觉得都是打得不错 然后前两条龙控的也是很随意 然后再从第三条小龙前的一波团战开始 一地就要出现的打回来了 这就是EP的问题 其实他们在线上对线期和一些初期的处理 可能没有太多大的内容问题 小的细节方面暂时不去追究 可能做的没有对面那么好 但当到中期开始要进行一些团战处理的时候 闪现躲过 这个闪现很漂亮 是不是可以发网 是我这时候没有怒了 被结束到之后一个二连 成功二托 但是直接闪现上来 暴妮也是跳上来 是要抓这边的人 就是要抓一个皇子 安妮当时非常不错 小龙直接被秒了 这波没有进化 漂亮 皇子跟 中单的一个互换 锤子这边又勾到乐佛兰 这个乐佛兰 吸铁石啊 中了锤石的勾 之后 孤独之猫打出的伤害 非常的足够 还是秒掉了锤石 乐佛兰还没有死 非常的nice 这波狮子狗飘过来 一个往事被 孤独之猫是闪现躲掉 这波打的 EP来说已经精力了 打了一波二花 很不错了 这波乐佛兰居然是没有死 他利用自己的这个 分身跟主身的来回的一个走位 居然是躲过了 EDG的一个坠机 人马这边是出了一个 三项和水银鞋 在出到三项之后 那人马的装备 就要出一些的防装了 一个三项对于人马来说 他的输出已经是足够的 他现在这样的出装方式 跟之前他流行上单的时候 一段时间出装方式 好像不太一样 好 这个又是要拿猴 猴猴也是出头 这波这波可是没有闪现了 不过暴女在附近 要注意暴女的标 直接中了 暴女想跳上来 没有变身 这时候扣肉还没有死 哎哟 小黄这一标是收到了 皇子的人头 这波太肉了 这个扣肉 这三个人拿这个大树 真的没有办法 在一个出到飓风的 孵如之毛面前 老树旁边只要没有小兵 我觉得他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没有办法无限的用异技能去打老树 老树其实还是挺克制服是吗 在当时选到垂时跟老树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这两个英雄是上单跟辅助位置上比较 他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 最不想见到 这边要选择动手直接打大龙了 皇子现在还刚刚从家里出来 先暂时停手想在这里先埋伏 这五个人打得太慢了你知道吗 这五个人怎么打 这时候看到人马先冲到龙堆里边了 这边怎么前后呢 包后面的皇子直接秒杀了 太不小心了 这波皇子又是被狮子狗逮到 烧龙的安妮跟人马有点落单 看看这两个要杀谁 先杀人马 人马有大招冲过来 死不掉这边一个网子控到了摳了 摳了在塔下有水晶鞋的保护 还是迅速的脱离了塔的攻击 这样安妮后面赶紧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回家吧 这波没禁止帮队友掩护车退 他们的 他们已经被分散开了 被从上边和中间被拦腰截断 这人马还在往大龙那边去看一下龙再打 没有 然后发现自己家皇子在自己野区被杀了 对皇子这波是有点不小心 因为这边的视野全部空了 他不知道对方人从这绕过来 他肯定也很 这个时候肯定很淡定 人马都跑在前面那么深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人会出现在中间把我给杀了 然后人马看见这个情况赶紧往回跑 人马说你不是哥啊 狮子狗见到我的话是要绕着走的 狮子狗是没有办法击杀我 狮子狗见到你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对 直接把你咬死了 赶紧回去人马出了一个大腰带 你没说这一盘洛弗兰他还真的是没死过啊 他几波团战都看着看着要死了就是没死 但这盘其实节奏也没有带起来感觉 就他们的中路感觉其实没有 个人能力还是可以啊 个人能力对线对 我们打团的一些处理是缺乏一些沟通 沟通不足 现在这个抠托怎么办呀 这个阵容面对这个上路的一个花语急顺的 对急顺的一个大树 这个阵容打这个大树 要打到猴年马月 这五个人大概要打五分钟吧 看一下下边人马已经是带到了伊塔 人马这个时候是可以带下线的 他毕竟身上还有一个传送 而且面对对方两个人的干客 其实人马也是毫无压力的 小胖一个人想要吃掉这头马 不要被马一骑踩死啊 他是豹子 豹子 非洲大草原的狩猎开始了 你到底是豹子还是猫 他真的是豹子 看着谁跑得快 哎呀 但是你豹子是豹子 那我跑得比你快啊 豹子是豹子 你跑得发力时间 没有我人马时间长 你耐力没我强 这套爆发是比我强一些 是 但是我跑得快啊 非洲大草原的狩猎 人马还是跑掉了 以人马的成功逃脱中心 打我篮成绩 哎呀 你又低血 这科罗又是顶在前面 你怎么打这个大树 你只要有一个晕 老师就说你来晕我 人马这时候直接过来 去加英卫士的一个人马 跑得非常的快 但你要注意自己的大招 哎呀 很想冲一个大招 自己直接撞在墙上 一头撞死了 怎么冒名一个人 跑到了人堆里边 队友这个时候 还被关在蓝buff的圈里边 这下往往到了卡南 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直接被秒杀 这边是要强行顶住 拆掉二塔吗 没有选择往会撤一下 现在一滴可以拿一个大龙 拿完大龙以后再推二塔 完全来得及 这一波怎么说呢 面对一个大树 我觉得EP还是 不要打了 这个大树真的是 EP你看他们这些装备 大树的走位就是 我站在前面就让你打的 就往你脸上站了 你到底打不打我 你控制给不给我 给他也不是 不给他也不是 而且他站在那个地方 就是复苏之猫不敢上去 真的是不敢 大树直接捆到复苏之猫 随便给一个技能 复苏之猫就立马躺 这边复苏之猫挺难受的 在先抢到复苏之猫以后 EP明显感觉到被算计了 因为对方秒选一个树人跟吹石 我觉得当时卡南也是 头上冒了一滴冷汗 你这个位置被包夹了 在找他们在找 没想到安妮躲在真正位置 而且这个地方又是 这个位置好GC 赶紧先把龙 赶紧跑啊 这比较小 安妮有选择回城 他在等 这两个人心有点大 三个人心有点大 来来来 尝尝 尝尝 这个时候 狮子的嗅觉怎么样 人马过来 马太龙面 哎呀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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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心中冒出五个字 我都不找你了 你居然还 哎 尹尹 跑了吗 放下螃蟹 有血了 安妮怎么跟上 哎呀 对方这个 忍太多了 哎 这波尝尝感觉 往队友那边跑的 可以跑掉啊 他 要跳一下 哎 不过这波一标 直接把乐佛拉给戳死了 糟糕 那这样的话 Koro跟Miko两个人继续追击 只是用五速鞋 而抱你这时候跑得非常的快 再标 标没中 那应该是追不到了 你要干什么皇子 就这种情况 你还回身嘲讽一下 撸了两下自己的 手中的宝剑是几个意思 他在擦拭擦拭 不要 不要随便用词 一级是这样的话 推掉了二塔 这波也不亏啊 一个场场是换掉 又换掉对方两个人 不如张王这盘是真的 每次这家 这其他几个人超级灵活 想去阴人 不带他 他每次就是首线的那个人 哎 我虽然有飞风首线吧 但是我是面对对方几个人是跑不掉的 感觉已经和队友拖了 对 服辱蛇猫这一盘真的是 队友已经去演动物世界了 他一个人在家里首线 就 一批选到服辱蛇猫 你看他们的阵容搭配是 安妮 乐富兰 黄子人马 四个抽脸的队 那Snake选到服辱蛇猫 你看他们阵容 什么奴奴啊 奴奴 疯女 这样的反抗的一种 这是把他捧在手里 对 真的是掌中宝 说到这个 突然想起来明天是情人节啊 必要虐狗了 特别惨的是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狗不能吃巧克力也是挺伤的啊 请关爱猎势群 咱不提这事太伤心了 伤心 看一下这边 第一的时候要推塔了 这个塔很难守 先把自己家门口为一个 哇 闪闪 上来 哇 又是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告诉你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这样对我 二连往水 闻遇到了对方的安妮 安妮 临死方中自己的大招 但是瞬间被瞄 老鼠被打在塔下 这个塔的速度自然很高 就这么从容的顶着两个门牙塔 我的天 这个老树是个蓝老树 你看他处理装备全然蓝色的 还有户壁你感兴 人马在旁边速度超级快 但是不知道从哪下提 哇 这个一枚撞没中 哇 这一下一刷过来 散 乐夫兰被秒了 这个塔 刷过来两个人加一个分身 特别特别秒了 这盘乐夫兰有好多的机会秒掉小胖 小胖这盘其实挺躺的 人马在旁边只能一边 提动着自己的小蹄子 哎 被勾到了 电动小马达 马有尸体 没电了 电动小马达 好了好了 我们这个 EDG好像本周只有这一场比赛 也是成功的拿掉了一个2比0 是的 还是现在 成马积分榜 是的 让我们也恭喜EDG 2比0带走了1屁 是 有一大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